神圣空间 居家能量风水净化术 让你家成为光的发射站 你的家是休息和充电的圣殿 也是你魔法力量精神的凝聚点 透过净化和对频 让你的家成为地球的能量漩涡点 将爱与光的振动 传送给全世界及远方宇宙 丹尼斯林恩著 范章亭义 第六章 炼金的风元素 我坐着全然寂静 清晨的空气清新 干净 周遭松树的浓郁味道扑鼻而来 第一道曙光从远处的科斯开山脉升起 普照大地 当我的呼吸变得寂静 心也静下来 我感受到大铃的蒋铃 同一时间 头上的风铃开始轻轻晃动 发出水晶般纯净的声响 每当我坐在这座山中小木屋外的 花园长椅上冥想 早晨的空气总是全然寂静 总是如此 就在这一刻我感觉到大铃降临 风铃开始微微闪着光 发出美妙的声响 寂静中 我知道我并非截然一人 伟大的大铃从上空飞向我 用风之铃的羽翼触碰我 空气中围绕着我们的生命力 似乎难以捉摸 肉眼看不见 这生命力是由最精细的能量场构成 风之铃 以最纯净的以太能量回旋 舞蹈 充满着空气仙子的薄杀羽翼 和天使的甜美气息 在这一章里 你会学到如何召唤风之铃进入你的生命 以及净化家中空气的实用技巧 带给你荣光焕发的健康状态 和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心情 连接风之铃的事前准备 我们借由呼吸 不断与空气维持交流 准备用风元素进行空间净化时 重要的是 要先透过有意识的呼吸 与风之铃做基本的连接 透过这项技巧 我们可以与整个地球全体的风之铃连接 风是普遍的自然元素 使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动物和植物共享的 你刚刚吸进的空气 曾被你最古老的祖先吸进体内 也会被你的后代子孙吸进体内 如果没有大气层包覆着这座美丽的星球 我们所熟知的生命就不可能存活了 我们离开母亲的子宫 咕咕坠地 发出尖锐且惊吓的喘息 将第一口气息带进肺部 接着我们继续呼吸 直到准备好离开身体 才吐进最后一口气 风之铃的力量是改变与转化 是生命灵感和启发 它就像是闷热午后吹过来的一阵凉爽微风 水带来疗愈 净化 焕发 而风则带来转化 从耳边呢喃的微风 到轻微的旋风 再到狂暴的飓风 风改变了一切包围的事物 狂风让广阔草地 掀起一阵阵如海浪的波涛 微风让闪耀的山羊枝叶 在空中吸污 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强风 则可以把娇小的痘夹吹到空中 风就是这样带来新的观点和改变 风是老鹰与猫头鹰的领域 风是自由观点沟通 你借由风元素 可以从更高的观点去看待每件情况 呼请风之铃到你的住所 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双翼 进而翱翔 连接风之铃的步骤 一 安静地坐着 让思绪沉淀下来 二 从感觉周遭的空气开始 感觉空气碰触到脸部的哪个部位 感觉空气环绕双手 包围全身 如果你在户外或在打开的窗户边 感觉空气的流动浮过肌肤 深入毛发 这样的触感是否太轻微 让你察觉不到 又或者感觉很强烈 很冷 令人振奋 三 注意吸气时 进入肺部的空气 吸入周围的空气时 保持觉察 四 扩展你的意识 想象自己吸入广袤无垠的天空 每次呼吸都扩展你的意识 直到你想象自己正在吐那苍穹 吐那头顶的蓝天 云朵的柔软 刺骨的风 五 继续呼吸 直到你感觉自己成为了空气 你甚至可以想象自己是只老鹰 在山谷上方盘旋 翱翔 六 这个宇宙呼吸法 让你连接风之灵 并召唤它进入你家 七 感谢风之灵进入你家 风元素的净化能量 上升的烟雾 是我们与大灵连接的通道 烟雾将我们与风之灵连接 自古以来 世界上许多文化 都在宗教净化仪式中使用烟雾 缭绕上升的烟雾 形成我们与大灵连接的管道 我们的祈祷随着烟雾 上达天庭 而我们所祈求的答案 也随着同样的路径降下 佛寺外通常都有插着现象的香炉 信徒们会在此停留片刻 吸入烟雾 双手捧起将烟雾拨向身体 在踏入佛寺前 先净化身心 烟熏可以转换能量 每周原住民使用烟 来净化空间的传统方式 就是进行烟熏 烟熏是燃烧药草的仪式 利用燃烧时产生的烟雾 转换一个人或他人的能量 或是净化特定空间的能量 许多药草都可以用在烟熏净化仪式 最常用的药草 就是鼠尾草 田茅草 或是雪松 但你也可以使用 当地容易取得的药草 鼠尾草是许多 美洲原住民仪式的一部分 因为它具有净化的力量 在祈求疗愈的日舞典礼中 舞者会在头上戴着鼠尾草圈 口中嚼着叶片来减缓口渴 鼠尾草跟纯净有关 跟灵魂和天空的事物有关 田茅草也几乎是 北美原住民普遍会使用的 另一种药草 它清新的气味 宛如刚收割的草堆 据说能驱走负面想法和邪灵 静汉屋 痊愈典礼 以及许多净化与奉献典礼中 都会使用田茅草 我来自缺落齐族 我们传统上常常在典礼时 燃烧雪松 用雪松去除负面能量 也特别有效 烟熏时用的是 长绿雪松的针叶部位 而不用树皮 使用散装的药草时 像是长绿针叶 烟草等 要改变烟熏的方法 与可以绑成一捆的药草 有所不同 如何取得烟熏用的药草 可以在许多自然食品专卖店 和一些灵性书店 买到烟熏帐 可以买到 用有机药草做成的烟熏帐 最好 你也可以自己种植 收集并晒干或风干药草 这样有许多好处 其中一点是 你可以使用当地药草 连接自己的土地 此外 你与自己收集或种植的植物 所建立的关系 会变得更加个人 能量因此更紧密 所以使用这些药草 来进行净化仪式时 就会特别有力量 制作自己烟熏用的药草捆时 从种植 收割到干燥等过程的 每个步骤 一定都要荣耀植物 感谢植物灵的赐予 在美洲原住民的传统中 你给的越多 你便越丰盛 而你也越能获得爱与照顾 进行烟熏时 一定要了解并尊重植物 正与你分享它自身的一部分 收成药草时 不要取走整株植物 每次都要留下足够的叶子 让植物可以继续存活 直到完成它的生命篇章 将药草的茎 叶紧紧用绳子捆绑 倒挂在凉爽干燥的地方 直到药草完全干燥 接着就可以准备用来烟熏了 烟熏的方法 点燃药草 要制造烟熏的烟雾 首先要点燃药草捆 当药草点燃后 吹熄火焰 药草捆会继续冒烟 用另一只手拿着防火碗 放到烟熏药草下方 接住任何火花 烟熏的注意事项 即使药草已经完全熄灭 仍会持续闷烧一段时间 因此一定不能没人在场 以免你家有起火的风险 烟熏仪式完成后 在碗中拍吸药草 直到烟雾完全熄掉 接着将装着药草的碗 放进厨房水槽 以免药草没有完全熄灭 如果你使用的是散装药草 像是长绿针叶或烟草 你可以将药草放在防火碗中 而碗要放置在防火砖上 接着点燃这些药草 干燥的药草通常容易点燃 点燃后 你可以轻轻吹熄火焰 让药草在碗中温烧 不过碗可能会非常烫 假如你试着拿碗 有可能会烫伤自己 因此一定要将碗放在防热的平台 用双手将烟拨向自己 进行烟熏仪式来净化住家前 先用烟熏清除想法 净化气场中的以太能量 带来平衡与扎根 进行时 首先点燃药草 将烟熏药草献给四方 接着献给脚下的大地母亲 以及头上的天空父亲 并献给伟大的大灵 将双手捧成碑状 将烟雾拨向自己 从双眼开始 用手捧住一些烟雾 拨向和尚的双眼 这么做的同时 说道 我的双眼因此明晰 接着同样拨向头部 并说 我的思想因此纯净 将烟拨向剩下的脸部 身体 四肢 这样做的同时 将烟雾献给你身体 每个部位 说出你想要得到的 象征效果 最后 将烟雾拨向胸口 并说 我的心灵因此纯洁 并敞开 这个过程会让你处于专注 充满能量的状态 让你准备好引导能量 进入你想净化的空间 烟熏他人的方法 有些时候 你会想要烟熏 协助你进行仪式的人 或你可能想要在家人 踏进刚净化过的房子之前 先帮他们烟熏 进行时 使用羽毛会很有帮助 先将烟 献给天地四方和大灵 用非惯用手拿着烟熏药草 在他们的手臂 双手聚集烟雾 用烟雾笼罩他们的脸庞 让你要烟熏的对方 闭上双眼 离几十公分远 用你的惯用手 轻轻短促地 会无羽毛 引导烟雾 扇向对方 当他们正在被烟雾净化时 你正在将风之灵 带入他们的气场 从头到脚 用烟雾净化正面全身 接着重复流程 从头到脚 净化背面 引导烟雾净化 他们身体的所有部位后 将烟熏药草 放在安全的地方 例如厨房水槽 用羽毛 从头到脚 大幅扫过 短促地轻拨羽毛 会将烟雾 带入他们的能量场 长时间的清扫动作 则会将任何以太体中的杂质 往下扫入大地 由大地平衡能量 如果身体上 有些地方感觉粘腻 或是羽毛似乎卡住 你可以多花点时间 在那个地方 烟熏是充满直觉的记忆 让你的内在指引 告诉你要做什么 以及该如何进行 完成仪式后 你可以拿羽毛 轻敲地面 或甩一甩 释放上头的能量 使用羽毛 进行烟熏仪式 羽毛是与灵界的强力连接 深深将我们 与风之灵连接在一起 羽毛几乎是由空气组成 羽毛杆是空心的通道 遍及整根羽毛 当美洲原住民酋长 或萨满戴上羽毛头时 能量透过羽毛杆的空心通道 从头部上达伟大的大铃 羽毛曾是连接大铃的方式 许多不同的羽毛 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 都很神圣 原住民传统中 穿戴或持有动物的一部分 会连接到整只动物的能量 和其图腾灵性 鸟类离大铃最近 因此鸟类能将我们 与更高力量相连 烟熏过程中 使用单一羽毛 或完整的羽翼都可行 假如你要用羽毛 进化房间 请先荣耀你的羽毛 和鸟的灵魂 也就是羽毛的来源 将羽毛放在荣耀之处 偶尔喂食羽毛 一座玉米饲料 你可以把玉米饲料 放到羽毛上 接着甩掉 在美国 未经政府许可 就从野生鸟类身上 攫取任何部位 都是违法的行为 包括气质的鸟巢 蛋壳在内 有特别的规定限制 除了美洲原住民之外 任何人都不得持有 猫头鹰 笋 鹰的羽毛 你可能需要确定 你当地的法规 在美国是透过 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 申请许可 每种羽毛 都有它特殊的能量 挑选你要用来 烟熏的羽毛类别前 你可能要思考 你的目标为何 老鹰的羽毛的能量 非常阳性 非常强烈 与阳性能量有关 你可能会用这个能量 来强化生产力 或巩固空间的安全 反之 猫头鹰的羽毛 跟阴性能量 和阴性法则有关 攻击和镀鸭的羽毛 连结内在生命和奥秘之道 鸽子的羽毛 代表适应和生存 海鸥的羽毛 协助我们与壮丽的大海连接 所有羽毛都是人与灵性世界的传讯者 它们直接连接另外一个领域 烟熏房间的方法 先将烟雾献给天地四方和大灵 烟熏自己和所有助手 烟熏双手和你可能会用到的任何工具 灵 鼓等 以非灌用手拿着装有烟熏药草的防火身符 用灌用手拿羽毛 从最东边的角落开始 顺时针进行 沿着房间的边界扇过烟雾 借着手腕轻弹羽毛 让你的动作干净利落 如果你感觉到空间中有任何粘腻 或能量停滞的地方 用羽毛不断扇向那个区域 击碎负面能量 绕着房间烟熏完后 站到中央 请求大灵净化并清理房间 以下是烟熏时的祈祷文 伟大的大灵 愿我的祈祷随着烟雾上达天庭 愿你将祝福与和平注入此空间 以及所有居住者 我知道你的祝福会透过此烟雾降临我们 对于接收到的祝福 我们万分感谢